南团又新增了一处公社民营的团营中心 而地点就在建工一号豪宅内 目前受临近的领东科技大学的团队服务 而6月已经正式收拖 目前也是满额中 台中市长卢秀燕特别跟团队前往视察 了解这收拖的营运状况 除了是给予肯定 也表示将会持续推出耐心政策 减轻青年负担 安心地在台中成家 台中市长卢秀燕前往南团建工投营中心视察 关心收通的环境还有营运状况 这里6月起就正式收拖 目前由临近的领东科技大学来服务 才日间托迹 由专业的投育人员照顾28名0到2岁的幼儿 我们为了鼓励大家多生育 所以一位难求 但是如果你是到第三个的话 不用抽签你就可以直接进来 保障入学 所以鼓励大家是第三个 将来我们继续再做 希望有一天可以做到第二个也可以进来 预备要收28个这个0到2岁的婴幼儿 那因为这个地方有设宅 也有学校的教职员 有蛮多的人在这里工作 那所以你觉得拖婴中心设在这个地方 可以非常方便年轻的家长送托 公社民营的南团建工投营中心 是设在南团建工一号好宅内 不只可以让社宅居民或在地居民能够就近的脱雇幼儿 收费也是6度最低 就连师生比也是最低 让台中的孩子们来得到最好的照顾 我们的营运团队也很棒 以这所公托来讲是大学来帮我们经营 有附近的领东大学 这是一所非常优质的大学来帮我们经营 那所以台中市的公托评价非常的高 现在都一味难求 那不过呢放心我们会继续再做 云东科技大学的幼儿保育系 在我们营生学院下 那么在专业师资的训练之下 那么我相信能够提供很专业的服务 那也谢谢我们有这次机会 参与我们这一次公托的一个服务行列 希望大家一起来提升我们整个公托的品质 为了提供家长安心送托环境 台中市政府将持续推出暖心政策 积极盘点余裕供有空间 努力往部件供托到60出来迈进 也落实让青年变身感样 就临家吧台中才放到